創意吸睛 文藝飄香 文創百寶香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让游客深度体验 悠有台湾之美的台湾关巴 越来越受到包括 中国大陆与东南亚 在内的各地游客喜爱和利用 今天节目中 我们很高兴访问到 台湾关巴协会理事长 吕威德 吕理事长 为我们说明台湾关巴的服务路线 以及游客们的反应 还有分享日前到中国大陆上海 推广的情形和回响 理事长您好 线上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主持人大家好 理事长 您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 尤其是海外的听众朋友 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台湾关巴 是怎么样提供相关的服务呢 事实上观光局呢 老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注意到 当我们要开始 大量的观光客进来以后 我们要做好配套的准备 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要让国外来到台湾的朋友们 都可以去到 很方便的 就能够到这个全台湾的几个重要景点 所以呢 早在十年前呢 就已经有了台湾关巴的存在 那目前呢 更进一步的推广 可以说是线路非常的绵密 我们全台湾现在有23家旅行社 86条路线 可以说整个重要的景点呢 都已经含瓜在里面了 是 理事长 如果说是一个海外观光客 来到台湾乘坐的台湾关巴 可以享受到哪些服务呢 然后在语言上还有人数上有没有一些限制呢 最重要的呢 我想主持人真是厉害啊 这个重要的这个问题 您全问到了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您从国外来到台湾 你想说我只有两个人 哇 那不晓得有没有旅游团可以抱 可以让我方便的去玩 台湾关巴有第一个重要的特性 就是低成型人数 最低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出团 那最多呢 顶多也就四位 那么一半以上都可以说是一到两人就可以出团的行程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每条路线都提供了中英日语啊 这样子的一个外语服务 所以不管您在国外有什么样的语系的朋友 来到台湾 其实都可以很便利的来运用到台湾关巴 当然最重要的是 它在我们观光局的辅导之下 其实呢 品质可以说是我们国内的观光巴士的典范 就我们举例来说啦 这个车速快一点不行啦 然后什么违规停车不行啦 也说导览这个做得不好不行 观光局为了保持一定的品质啊 每年啊 都还派秘密客来做这个台湾关巴的服务品质的集合 哦啊 确保服务品质啊 市场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不是不用去配合旅行的路线 而是我们可以自己主动规划 安排我们自己的时间呢 是的 也有人在想啊 这个旅行团中难免有一些购物行程 那么台湾关巴呢 为了维持一个优质的旅游团的一个作业 所以呢 事实上 不管您来台湾去到哪里呢 都可以来报这样子的一个团 那尤其是我刚刚讲低层型人数 当然它的品质我们刚刚也提过了 所以呢 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报 包括我们台湾的民众 其实它的使用度也相当高 哦是 那这一两年来讲的话 哪一些地方的游客利用率是最高的呢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台湾关巴在这些地区全部都有 那从西部到东部 北部到南部 那么大家比较熟知的 当然几条最夯的路线 举例来说 北部的九份 平溪 阳明山 或者是我们这个苗栗的南庄客家文化园区 中部来说的话 日月潭 西头 清静 这个也都是我们关巴的路线 也喊瓜在内 南部的阿里山 高雄的佛陀纪念馆 或者是奇经 以及到墾丁的台湾关巴 花莲的太鲁阁 台东的部分 一直到金门澎湖马祖 都有我们 所以这几条路线呢 都是目前可以说是报名使用度比较高的 是 李市长 那如果说以我们一个游客来讲 关巴会到旅馆接我们 还是我们可以到大众运输工具的 比如像高铁站 或是台铁车站这边 他会接我们呢 我们台湾关巴呢 基本上为了让国外的游客可以方便 几乎啦 各地我们都可以到各地的酒店接送 举例来说 酒份你只要住在台北市中心内的酒店 我们都可以到酒店接送 日月潭是从台中出发的 你住在台中市中心里面的酒店 我们也可以到酒店接送 高雄 花莲 台东 都一样 哇 所以这个相当的方便 那李市长 这一两年 除了台湾的游客之外 哪些地方的游客 使用台湾关巴最多呢 其实本来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香港的游客的使用度 是相当高的 还有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 那么最近呢 成长幅度比较快的 当然还是大陆的自由行游客 还有一个呢 也是呢 大家可能比较没注意到的 我们日本韩国的游客 尤其是韩国的自由行游客 去年也成长非常非常多 随着口碑出来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 海外游客 会来利用这个台湾关巴 李市长 您日前也到上海去推广台湾关巴 介绍一下推广的一些情形呢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当年呢是在6月30号 我们观光局呢 跟这个对岸呢 已经沟通好了 6月30要开放这个台湾的自由行 我记得大概6月17号左右 很快的就接到了 我们大陆的自由行贵宾 打电话来 到台湾来问这个台湾关巴 那么一直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啊 这个大陆的游客的使用度相当高 因为它有我们台湾观光局的辅导营运 可以说是备数保证 那这一次去推广呢 普遍的呢 也发现啊 我们在对岸的业者来说 他们也不断的在寻找 我们在台湾最好的这样子 就是品质又好 价格呢 也有竞争力 然后都能够一个两个就出团的 所以呢 他们对台湾关巴呢 当然先前就已经有一些认识了 那这一次去呢 再做更清楚的介绍 以及跟他们报告 我们今年台湾关巴最新的趋势 台湾关巴我们在今年 预计暑假过后 第一个呢 我们将是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 我们这个台湾朋友的骄傲 在我们这23家旅营社 86条路线里面呢 将会是啊 最大规模的导入 无线WiFi免费用 虽然iTaiwan很方便 但是有时候去到半路上 或者去到景点啊 可能也不见得 有这个iTaiwan 那么呢 只要搭乘我们台湾关巴 全路线 全程 你都可以免费使用 我们车上提供的无线WiFi 那第二个呢 也是我们这个 有建于啊 这两年日本韩国游客啊 成长相当多 所以台湾关巴也将会是呢 我们台湾最大规模 在这些年来 最大规模导入这个 智慧旅游的一个 示范营运系统 我们大概今年下半年呢 就可以建置完 就是在我们的车上 提供有一个多媒体的语音平板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导游 正在用中文介绍的时候 日语的客人也可以呢 在平板上同步听到 我们这个日语的介绍 那么另外一组呢 韩国的贵宾 也可以听到我们 韩语的介绍版 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呢 更加的优质化 哇 这个相当的吸引人哦 不光光有智慧行动 这些装置 还有各项多面向的一些服务 我相信来台湾游玩的游客 乘坐的台湾关巴 一定会享受到很好 很完整的一些服务哦 那理事长您到上海去推广 那当地的一些民众 或者是旅行业者 他们对于台湾关巴 反应跟看法是怎么样子呢 如果以消费大众来说 这个以大陆地区的民众来说 普遍的啦 他们呢 有的呢 会透过当地的旅行社来报名 但是呢 也有好一些自由行的游客 喜欢啊 自己去选择 自己去挑 自己做功课 所以呢 但就这个游客的部分来说呢 我们发现啊 台湾关巴也蛮受大家的欢迎 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宣传 希望 那当然包括在五月初啊 上海有个旅游站 在厦门也有一个海峡两岸的旅游站 台湾关巴呢 也都会配合我们这个 这个观光局台旅会呢 在当地有一个 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宣传活动 让大家呢 能够呢 更方便的体验到台湾关巴的服务 那么就 大陆地区的旅行业者来说呢 我们也会加强台湾关巴的 这个支持的力道 那让他们呢 在推动台湾的自由行上面 能够跟我们一起啊 提供给消费者更完整 绵密 更优质的环境 那跟我们观光局啊 一起啊 我不晓得主持人您怎么知道啊 今年我们呢 其实压力都很大 因为今年啊 我们要跟观光局一起携手啊 努力迈向千万游客的观光大国啊 去年九百多万 就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今年我们也是努力充斥 希望今年呢 能够跟全台湾的观光业者 一起努力啊 吸引上千万 破千万的游客来到台湾 来旅游 嗯 台湾有美丽的风景 而且有这些优质的服务 我相信会有更多游客来到台湾游玩 那理事长 除了进到上海等地去推广之外 还会规划到哪些地方去做推广呢 因为我们不可否认 现在这个自由行游客成长 最多最多的呢 其实还是大陆的 所以呢 除了配合我们观光局 在新加坡 香港 马来西亚 日本 韩国的这个固定的旅游展次之外呢 那么在五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到北京 那么五月大概七号左右 在上海跟福建厦门 有两场同时举办的当地的旅游展 我们也会跟台旅会呢 一起来推广台湾的自由行 是 另外最后请理事长介绍一下 有没有规划说 未来台湾光霸的路线 跟一些景点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玩法 能够提供给海外的游客参考呢 其实台湾光霸除了我们原本的 Day 2 就是一天的行程之外呢 我们也欢迎游客 可以来包车旅游 第二个部分很重要的 在今年下半年呢 我们也将结合台湾光霸 全台湾的路线 做出多样性的环岛游程 能够让国外的游客 因为有的游客呢 他是不太懂得自己如何 去设计规划行程 那么呢 我们就帮他把它规划好了 譬如说 你可以从台北玩玩酒 有份玩玩平溪 去过阳明山 去过夜市 搭了高铁到台中 然后呢 再接着我们中部地区的台湾观八 去日月潭 去清静 然后呢 可以再搭这个台铁 可能就近呢 到嘉义 然后去到阿里山 那么帮他把这样的行程规划好了 那用的呢 都是我们台湾观八 以及我们台湾的便利的 大众运输工具 那他们会发现呢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自由行 真的是相当方便 路线箱丰富的 可以到处去体验 还有有台湾之美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台湾观八协会理事长 吕威德 理事长 为我们介绍台湾观八 提供的相关服务 还有游客们的反映 以及分享日前 到中国大陆上海 推广的情形 以及回想 非常谢谢理事长 请用访问 谢谢您 是谢谢